二十年前 八一六合工程秘密启动 包括你我在那六万人 从此隐性埋名 这二十年来 我们徒手挖空了一整座山 在里面建造了整个八一六的工程新大 一座高二十六层欧包 提及十万平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核工厂 二十年来 一个个伟大的发明从这里诞生 八一六合工程师们 创造了一百万东的挡量 也就是整整一百枚清淡的核威慑能力 二十年来 一个个占有牺牲 八一六合工厂反应堆的玻璃 一旦机械地发生故障 我们就要用人力打开一公众的逃生圈门 凭着血肉之躯 人工法力 我们的战友 亲人 朋友 老师 他们牺牲的时候 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一岁 为了祖国 我们义无反顾 隐姓埋名 八一六合工厂所在区域 永远在地图上消失 而今天 我们圆满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这群消失了二十年的人 该回家了 八一六合工程组 第八科学院 第三分队 全体向后 让永远留在这里的七十六名 加油 二十年前 你我都是被临时忍掉 来不及跟家里道声别 就怀着满腔热血 来到了这深山里 地带 就是二十年 你们愿吗 不愿 八一六合工程 必须严格保密 不能对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都不能透露一个字 回去之后 我们面对的将是 与这个社会的嘲嘲不入 是自己家人的不理解 我们这辈子 都要做一群消失的人 你们恨吗 不恨 不怨 不恨 为什么 现在 我们的人民可以挺之腰杆 但也不怕内存的侵犯 我们八一六工作组 六万人员 圆满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八一六全体人员 回家 休息吧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严 严树 你是严树 这个畜生 你怎么回来了 大北 你别救我大北 小姐 我用她说怎么了 你还知道回来 娘都走了 我是你老风 小风是你的亲儿子 照片里的 是你的亲儿 二十年了 你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们 你 现在娘死了 你现在回来有什么用 你知不知道 娘最后一刻 都会盯在门口 等着你回来 你知不知道 这二十年以来 奶奶在村里边 所有人只能鼻子说闲话 她的药 从她就没有止息来过 你给我滚 老爷家 没有你这样的吐声 爹 二十年不回家 这会儿在这星星作态 给谁看 娘 不想此言处 回家了 这些年 你去哪儿了 你倒是说话 哎呦 台长 你找我 你是不是在追踪一个叫816核工程的新闻 是啊 怎么了 上面下了通知 816核工程的保密条款 明天正式接风 台长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新闻能报了 何止要报 而且要做大 做轰度 是时候 让大家的百姓知道 咱们幸福生活背后 是牵手这些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的英雄换来的 台长 我记得这个工程里面 有好几位都是咱们韩城人 何止 816核工程总设计师 严肃 就是咱们韩城人 咱们韩城竟然出了这么了不起的人物 816工程的总设计师 那是完全有资格获得联合国勋章的大人物 咱们韩城的百姓也死了 上级领导指示 带死那台 改动大厦栏目 要举办一场特殊的晚会 将给这群英雄来 受勋 这怎么可能 咱们只是个地方台呀 这种规格的受勋仪式 轮也轮不到咱们呀 你 那你 是远远的小康的严肃 这个总设计师的能量 你现在去严总部的家乡进行采访 不必拿到一手的素材 是 我接下去 整整20年 你到底去哪了 这些年 我 前提都有 立正 我已满18岁者 出列 报告 雷子皇冒年龄 他才17岁 报告 我17岁满18了 立正 家中读苗 未留后者 出列 严肃 你给我出列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老婆刚怀孕 你家就你一个肚苗 给我出列 报告 我老婆怀孕了 我老颜家 已经有后 按照规定 我不用出业 你们还年轻 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你们将缺席孩子的成长 会无法在父母膝前进校 这段时间 可能是十年 二十年 甚至 都见不到他们最后一眼 无论有多苦 有多累 你们所说的这一切 这一辈子 都要严格保密 不能向外界透露半个字 你们 能不能做到 能 整整二十年 你去哪了 你说话呀 就是啊 你上哪去了呀 还能上哪去了 不就是去坐牢了吗 就是早就传开了 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 你当着娘的面 大说清楚 我们有纪律 我不能说 哎 沈子 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二十年一点一线也没有 不是去坐牢了 还能干嘛去了 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吗 是小凤吧 都长成大小伙子了 爸爸 都没见过 别叫我 我没有你这样的吧 当时我妈怀真孕 你一身不肯就走了 你现在回来做什么 我妈当初打三分工 下班了还要照顾一家老小 那个时候你在哪 我从小到大被人欺负 是我没有爸爸的时候 你在哪 对不起 是爸爸对不起你 严叔 你跟我说实话 二十年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 我真不能说 你到底要骗我们 骗到什么时候 严初风 你爸可是个老赶贩 这样的家庭 别人家的姑娘可不愿意的 所以这彩礼嘛 多加个十万块钱 没问题吧 没错 以我女儿的条件 想娶她的人 那都排着长队呢 还有啊 结婚以后 你爸可不能跟我们住在一起 他坐过牢的 多会气 既然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家 也不欢迎你 你走吧 我 严初风 严初风在家吗 我 严初风 你的飞行员 录取铺路书下来了 严初山 真的吗 我通过飞行大队的录取了 严初 真的吗 我通过飞行大队的录取了 这还能有假 如假包换 太好了老公 你以后就是年薪百万的机长了 就能带个奖服了 那 丘雅 刚才你说 掌彩礼的事情 妈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怎么还说两家话 什么彩礼不彩礼 以后小风赚的钱 都是咱们的小家钱 对 对对对 小风 你是好样的 你是咱们县第一个飞行员 严雅弄嫁给你 那是他的福气 太好了 太好了 小风 你吃了那么多的苦 现在终于 苦尽干来了 等等 我要 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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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资格当飞行员 诶 宋少 你怎么回来了 你们家不是去城里买房子了吗 哎呦 村长 我的好村长 我要是再不回来呀 您的宝贝女儿 可就要被某些人给骗走了 宋志明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爸坐过楼 你这证实能过吗 所以啊 你压根就当不了飞行员 什么 严主帮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爸真坐过楼 严主任 我爸 他是有二十年没回来 那不好意思了 严主帮 我正式通知你 因为 有群众举报 你的证实还存在问题 这个录取通知书 现在不能给你了 来 同志 我儿子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没坐过楼 你再查一查 他爸的事也不关我儿子的事情啊 对不住了 当一切调查清楚再说 我要回去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上面 明天 明天就是飞行大队报名截止的日子了 告辞 哎 那怎么回事呢你说 哎 录取通知书 这都来了 已经就带走了 晓风啊 但你这个飞行员当不成了吗 哎呀 有个坐过牢的爹 这怎么当得行吗 这 这怎么办 晓风 进入飞行大队 可是你一分一分的梦想啊 够了 你为什么要回来 是不是看我当不上飞行员地就满意了 晓风 你不要着急 等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了 他们一定会把录取通知书还给你的 还 有你这个坐了二十年牢的爹呀 他以后能不能找到工作都是个问题 还想当飞行员 哦 对了 秋雅 他这个飞行员的资格呀 肯定是保不住了 你确定还要嫁给他 还有这个坐了二十年牢的爹 他以后呀 指定是没出息了 爹 我要退婚 还有多久到 村里路难走 起码还有十五分钟 再快点师傅 这采访太重要了 不知道有多少记者正在赶来的路上 必须抓紧时间 咱们耽误不起 是 师傅 麻烦你再快一点 退 马上退 别人说这个劳改犯 你要真嫁到他家的话 我告诉你 咱家他出来 还能抬起头吗 闺女啊 你要嫁 就嫁给宋上 啊 年轻有为 他爸爸还是电视台的副台长 这样的条件 你们家能比得了吗 宋上 要不是你 人家还不知道要被人家碰到什么时候呢 秋雅 你说心肠 我骗你什么了 严处风 你们家那么穷 是你自己说自己考虑的飞行员 我才答应和你订婚的 没想到你爸竟然坐过牢 我说过 我没有坐过牢 行了 你不要说话 秋雅 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 你就是老改犯的儿子 根本看不上我 出来 必须退回 哎呀 上了 秋雅 别闹了 今天是我奶奶那葬你 这次咱们之后再说好吗 真恶心 骗我 小风 我们家是造了什么孽呀 小风 这样见风使得的女人 不要也罢 你放心 你凭本是考上的飞行员 没有人能有资格取消你的名额 你当初一句话不解释就走了 你现在为什么又要回来 为什么又要回来 小风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 好了 别演戏了 得亏我女儿没有嫁到你们家 要不然就进火科了 我宣布两点 第一 秋雅 马上退婚 二 宋念词的牌位 不能进入 严家宗词 什么 严家祖训规定 反子女作件犯科者 其父母的牌位 不能进入 严家宗词 宋念词教徒方 肯定没有资格 年术 破坏钢厂 无处 严家祖谱 从此以后 不再是严家村的人了 村长 我娘苦了一辈子 村里的孩子 认识的第一个字 通还是他教的 现在说他不是严家村人 你让他的魂 往哪儿走 他爱往哪儿走 往哪儿走 你还有脸说的 严家村 严家村 出了这样一个老改 坏一个败类 我们村的脸 让他的丢尽啊 还想进宗词 把一只做梦 既然严树 已经被逐出了族谱 那这房子 可是我们老严家的祖上传下来的 他没有了继承权 我看这房子 就应该归谱 大姑 这房子 你都来说了好多次了 这件事 咱们之后再说 我没有做见犯科 我也不是老改犯 连叔 不是大白说你 你说你不是老改犯 那这二十几年 你去哪儿了 还死不承认 你这二十年没回来 你说你没坐牢 那你干嘛去 村长 阿娘苦了一辈子 她可是个好人啊 现在她人都死了 你不让她入宗词 你让她的魂 往哪儿去啊 求你了村长 就让我奶奶入宗词 入土为安吧 其实我是 816河宫城 必须严格保密 不能对任何人 哪怕是自己的家人 都不能透露一个做 回去之后 我们面对的将是 与这个社会的格格不入 是自己家人的不理解 我们这辈子都要做一群消失的人 你们恨吗 不会 喂 严总公 816河宫城过了今晚 就可以正式解封了 请您准时参加今晚的授群晚会 你们起来 你们不用求他 我娘 不禁严格刺他 严叔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混蛋 但是我没有想到你这么混蛋 我娘 应该举行国葬 什么 国葬 我没听错吧 你知道活动是什么概念 国葬 那可是对大厦做出过 杰出贡献的人才才能享受 代表的是咱们大厦 对市政最高的尊重 宋念慈 我能农村的老婆子 举行国葬 严叔 我看你这脑子是蹲大刀 蹲傻了吧 你们怎么就知道 我不是对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我娘就不能举行国葬 你还是对国家 做出贡献的人呐 照你这么说 我这个村长是不是得在严家族谱里给你单开一样呐 首长 队伍的时候 国家答应我可以提一个要求 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了 你们为国家奉献一辈子 国家绝不会公分 是不是想进哪个部门 都可以安排 首长 我严肃 我严肃对得起国家 可我却对不起我的小家 我娘被人骂了一辈子 说她的儿子是老改犯 说她的儿子叛逃了 我不想她背着骂名照 那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我想要为她举办国葬 严中国 你是国事 侠师大者 您的母亲 理应享受国葬 只是 你要想清楚啊 你确定 是提这个要求吗 你明明可以用国家给你的承诺 换取更多的东西啊 不确定 窗模作样 还去打现话 打给自己育影啊 杰处 骂名 是你 给你娘争来的 你一个劳改犯 把我们的村子的脸丢尽了 我会让全大厦的人都知道 我母亲宋念慈 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把儿子教的 很不好 还敢嘴 确实教的 他教成老改犯 笑死我了 严叔 这种玩笑都敢开了 大厦建国近百年来 举行过国葬的人不过七个 这七个人 全都对大厦的崛起 做出过无法磨灭的功效 你做过什么 能让你家老太太 举行国葬 严叔 你要开玩笑 也不看上去是什么场合 现在 不是你胡闹的时候 秀琴 我们有开玩笑 我娘有资格举行国葬 老爷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既然为了逞强 连娘都不顾了 你赶紧给我一起跪下 求求村长 网看一面 难道 你真的想让奶奶 你连死后都不安生吗 你那别跟我们家叫人了吗 村长 我李秀琴求你 人死为大 入土为安 哎别别别别别 严肃不是说 要给他妈举行这个什么国葬吗 我们严家资厂太小了 容不下宋念慈之尊大神啊 村长 我娘做了一辈子 也家村人 求您让他 入土为安 求村长 让我奶奶 入土为安 求村长 让阿娘 落叶归根 求村长 让我奶奶 落叶归根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兄弟小夫 你们快起来 请问你们哪位是严肃 我要采访严肃 记者同志 你采访严肃干什么呀 他就是一个劳改犯呢 记者同志 严肃就是我们村的败类 这个畜生 莫非是外边做了什么大案子 做行政节目吗 哎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到底哪位是严肃 我是严肃 终于找到您了 我想采访一下您 对不起 我们有纪律 明天之前我不会接受任何采访 你们回去吧 纪律 什么纪律 我就是想问您几个问题 关于您母亲的 我们电视台 想做一篇关于您母亲的专题 关于我母亲的采访 不是采访我的 对啊 要不然呢 您的母亲啊 可不是一位普通的老太太 她生前 自己省吃俭用 每年都资助三个大学生的学费 她在这么艰难的农村义务教书 这一教呀 就是四十年 三天起 学校的威龙参叉 她一个人 把四名学生附在身下 等到救援队到达的时候 学生们都获救了 可是她 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村长 你看 连电视台 都来采访我娘了 求您大哈慈悲 让我娘落叶归根吧 严淑 你作为送念词的儿子 能不能请你讲一讲 你过去和你母亲生活的点滴 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的 我们想要收集一些 关于你母亲的素材 我对我母亲 了解的 很少 很少 请你再好好回忆回忆好吗 难道 你不想让她的事迹 让所有人知道吗 她的事迹 足以登上感动大夏的舞台 什么 记得同志 宋念词能登上 感动大夏的舞台 是的 我们已经把宋念词的事迹 上报给电视台了 至于能不能评选上 现在马上到节目快播出的时间了 大家可以看看直播 哎 看电视啊 我说啊 宋念词如果能评选上 感动大夏的年度人物 那就是咱们严家处的骄傲 我就可以破例 让她的牌位进入严式宗词 真的吗 太好了 太好了 村长 谢谢您 哎 别谢的太早 好 我可丑话再些 如果 评选不了的话 你全免谈啊 来 看电视 别默契 快播放感动大夏特别人物 严肃的全部资料 是 各位观众 今晚是感动大夏的特别节目 各位观众 今晚是感动大夏的特别节目 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想为大家介绍这样一群人 请看 VCR 我是816地下核工城一名消失的小兵 我们6万人徒手挖出了这10万亭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核工厂 它不仅能抵挡100万吨当量清淡的空中爆炸 还能经受霸解 要知道 当年投绑到王岛的那名小男孩 只有1.4万吨当量 但今天动力的是我做引心的命令 在我们消失的十几年 我们把伤害逃脱了 建造了816的心脏 26层楼高的核梵一堆大天 而这核梵一堆的锅底 扶这辆超过了人体能承受的一万倍 如果机械臂发生故障 赶死队就要冲进这一吨重的逃生千门 三十两位 在超过人身比能承受的极限下 人工大量 你知道 在里面多待一秒 意味着什么 而核板一堆需要大量的冷却用水 我们就徒手挖出了这个直径 3.5米的超级冰水楼 一次能抽走 无浆三个之一的水楼 在这一面石头夹一块肉的横道里 我们的76层战友 永远长年才能整理 我们的家人唯一的联系方式 是那个代号为4513的现象 我们的天真年龄 只有21岁 最佳的17岁 多年之后 我们甚至在坑洞里遇见了同样消失的妻子和兄弟 红了眼的那一刻 是不用言说的 彼此心中 从未交涉起 他会不会的 他想会的 会说 迎战的天空长相 有个人有点 今天这种一种发生了 我说 我们这么多年让民族全都表达 祖国和人意 他在忍着我们的打断 他让我们会第一强 就算 尽确 他妈要快抱 向永远留在这里的76名 你不再有 下凝 又不见之后 你本能看到 日记 又言算 穿不如梦 一二小包 为了 心中的美好 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特别人物 就是这群无名英雄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总工程师 让我们永远的记住他的名字 而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特别人物 就是这群无名英雄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总工程师 让我们大家记住他的名字 也 观众朋友们 英雄的名字总是庄严的 严肃的 值得等待的 他们的名字将在之后的感动大厦 特别栏目中揭晓 感谢您的关注 不是公布评选吗 怎么没了 对呀 宋念慈的名字他就没出现了 村长 主事人都说了 前面还在继续 您稍等 我奶奶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了 严处方 你想让这么多人都陪你耗着吗 我看大家伙啊 还是都散了吧 宋念慈的名字呀 不会出现在感动大厦的人物名单上 就是 人家宋少可是电视台副台长的儿子 宋念慈要是真能评选上 宋少能听到什么方式啊 严叔 请问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他就是一个老改犯 你采访他干嘛呀 什么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宋念慈 是评选感动大厦吗 毕竟我们台是要传播正能量 他儿子有这么大的污点 宋念慈的事迹 故意在我们台播出 否则到时候被人扒出来的话 很有可能是个重大的新闻事物 听到没有 严处方 你们家就不要再做什么春秋大梦了 大伙都快散 主播 咋回事 陆永明他为什么没有你啊 我知道了 老提怎么回事 你专业成绩是我们学校最好的 陆永明他这边怎么可以没有你啊 还能咋回事 因为他 有一个好爹呗 严叔 你就是一个畜生 你说你回来干嘛 你娘 因为你失去了光宗要素的机会 你儿子也是因为你 这队子的梦想都给破灭了 你说你不是个畜生 你是个什么 好险 成长挂门脸 没本 走 主播 飞行员名单今晚就要定档了 你 想想办法吧 作弹 你知不知道 小枫没日没夜的训练 为了就是能够考上飞行员 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 小枫 我对不起你们母子 但你要相信爸爸 爸爸真的没有坐过牢 飞行员的事 我会来解决的 你害我丢了工作 你害奶奶不能诺言归根 你来解决 说的好听 你怎么解决 这些年 我亏欠你们太多了 剩下的日子 我会尽我所能来补偿的 你工作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请见 同志 我咨询一下 飞行员名单上有没有一个叫 颜楚风的人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之前啊 确实有一位叫颜楚风的 但是现在已经被移出名单了 我想问一下 这是为什么呀 你是谁 我是颜楚风的父亲 颜树 你就是颜树 那他为什么被移出名单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接到举报 说你坐过牢 你的档案呢 我们也看过了 你有二十年的经历 完全空白 无从考证 像你这种情况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不是坐牢 就是他跑了 同志 坐牢是有案底的 我的档案上不可能有案底的 那我们就不清楚了 但是像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先将他移出名单 等事情调查清楚之后 再做调整 可是过了今天 飞行员名单就固定了呀 那没办法呀 我们这必须公事公办 同志 我儿子考上飞行员不容易 等你们调查清楚了 就来不及了 你看能不能这样 先把颜楚风放入名单 等你们调查清楚了 如果没问题 就一切正常 如果有问题 就取消他的名额 不行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我们还怎么做事 那不乱套了吗 你们飞行大队 有没有一个叫董建国的人 你 你认识我们首长 麻烦你给汇报一下 就说 他还记不记得他的老班长严肃 你是说 你是我们首长的老班长 去去去 快走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你这样还老班长 你要真是我们首长的朋友 你能够他联系方式 我们那个年代 还没有手机 行的行的 你也别吹了 你看看你这一生这样 怎么破那啊 你要真是我们首长的老班长 那你 要混成这个样子 你怎么还能以貌群人呢 我去 你还终胜了是吧 我告诉你啊 像你像的人我可见多了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啊 我们首长这辈子 我们首长这辈子最痛恨的 就是拉关系 走后门 谁走后门了 我严肃从来不靠关系 这些个孩子 一个个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都是好样的 你们不能因为工作上的不严谨 你就害了孩子们的未来呀 你还教训上我了是吧 我为你最后一遍 你走不走 你要再不走的话 我喊人呐 老马 你怎么在这 我到你家了 秀琴说你可能来飞行中队了 找了半天 总算把你找到了 找我 找我干什么呀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还有多少时间 已经晚期了 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了 长期接住核辐射原料 心里早有准备了 对了 这事呀 你可千万不要跟秀琴和晓峰说 不晓得 这两个保镖 实际上你只是 千万要保持你的安全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全民 特首冰冠军 你搞这些干什么呀 太着扬了 我不需要 这两个人 就是安总保护你 你也别接业了 就当时 大小为了你们这群人 一点微不足道回馈 我扭不过你 我还有事 那我就先走了 喂 喂 你是阎树吗 我儿子让我有困难就打这个电话 您儿子是 我儿子叫雷婉斌 雷婉斌 等等 你第二号多少 怎么了 跟安娘留个电话 还要回不去 安娘遇到困难了 就找你 我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 咱们816 一个都不能少 都能回去 我说真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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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娘亲手给安风的护身符 安娘回不去了 就把 把这带回去 跟安娘留念想 好 我马上过来 我让你请的人 都请了吧 送车放心 都请好 好 啊 啊 哎呦哎呦 老人家 您这没事 啊 宋老板 我我没事 你没事 你没事我这车可有事的 把这车刮滑了您说怎么赔吧 宋老板 刚才是我推着车 你从后边干什么干什么想碰瓷 我吃饱了车呢故意把这车刮滑了 不是我我不少他妈废话 哎呦 我看你一个老太婆 也可信 这样吧 算你便宜点就赔 十万吧 十万 我我我没有那么多钱呀 哎呦没钱赔呀 那就是这个房子在啊 啊 立马就有钱了 这一片就剩你家没拆了 你知道我谁知道多少钱了 宋老板你都来过多少次了 我我真的不拆 我不拆我不能拆 雷扎老婆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谁让你家不拆啊 就是你个不拆 害我们拆人狗都下不来 雷扎的赶紧签子把钱赔给人家 雷扎老板赶紧签子把钱赔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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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人家 铁扎老板赶紧签子把钱赔给人家 我每天都有 我每天都有 我都铁扎老板赶紧签子把钱赔给人家 我都铁扎老板赶紧签子把钱赔给人家 我里边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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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佑 告訴 今天這房子你拆 拆不拆也不拆 哈哈 瘦老闆 我是這個老太婆的侄子 我大姑年紀大了 頭腦有點不清楚 這個事我替他解 那他這 是職員的 職員的肯定是職員的 哈哈 哈哈 啊 你跟老太婆啊 就是你一直拖著 哈魯的所有人拆下款拿不到 你乾脆給我簽字快點 不要 你乾脆給我簽字 大姑 快點 這老東西乾脆給我簽 乾脆給我簽 不 乾脆給我簽 不 不 快 住手 公鞋給老的簽證快 住手 大牛 我來吧 聽不懂來了 我兒子沒騙我 我叫嚴肅 斯米斯丹 大哥 姓大哥 我這就擔任職員 哎 我讓你們走了嗎 你這老大犯 在你家放你 快點來管 送證明啊 這人是你撞的 哎呦 這話可不能亂說呀 這話可不能亂說呀 是他蹭壞了我 這要賠 你把大娘撞成這樣 還要讓他賠錢 十萬 你分頭 賠不了錢就拆旁的 不能拆了 不能拆了 有什麼不能拆的啊 你兒子都跑了不要你了 都二十年了 不計早就被抓起來坐牢了 說不定就死在外面了 真的不能拆 這房子真的不能拆 要拆了 我兒子回來就找不到家了 我求你了 我兒子還沒有 今天非經營名單敲定了嗎 我看看 是 我記得 紀念飛行員考核第一名 不是有個叫 顏楚風的嗎 這蒙達里 怎麼沒有他呀 報告首長 我們接到舉報 顏楚風的父親 是個勞改犯 有這種事 不可能啊 顏楚風父親的檔案 你查了沒有 查過了 這顏楚風的父親 他有二十年的經歷 確實失控了 這種情況 確實有些蹊蹺啊 這麼好的孩子 被一個糊塗的父親 給毀了 可惜了 說起來 這顏楚風的父親 今天還來過 還想跟您判關係 被我趕出去了 我這被最嘲言判關係 上陽不正下兩歪 這顏楚風 可不是嘛 我看那個人的穿着打扮 就像一個農民工 他還說什麼 是你腦相識 老班長 什麼 你說什麼 他 他說 他是你老班長 那個人 顏楚風的爸 他叫什麼名呢 他叫 他 他叫嚴肃 嚴肃 嚴肃 你 你剛才 你把嚴肃給趕出去了 船長 我 我這 這張不理事 我找了我老幫娘一輩子了 這就被你給趕出去了 船長 這 這嚴肃真是你腦反省啊 我 我不知道 還想到 嚴肃 竟然是老班長呢 難怪如此的東西 被車 我立刻就要見到我的老班長 我兒子還沒有回來 哎呦 雷文明都走了二十年了 他肯定是嫌棄你四個雷罪 不要你了你怎麼就不相信呢 不會的 我兒子不會不要我的 那你說 他剛手的時候還給你來幾封信 現在為什麼一封信都不給你寄了啊 我 你別聽他們的 雷子這樣 是有苦衷功的 你相信他呀 我告訴你吧 嚴肃 他就是一個老改 辦 做了二十年的老 這個太子 逞掉而長而短的 早了半天 也是個老改辦 我從小就叫勇兒子 要對得起國家 對得起人民 你可不可能是老改辦 少他媽廢話了 要嘛 簽子還簽 要沒有 就沒錢 大姑 你就趕緊把字簽了吧 雷文明他不會回家了 你要是丁子戶 兒子是老改犯 你們這家真是絕了 我看你就是想做的幾件 老東西心也太黑了 要不得能交出一個老改犯兒子呢 我 我 我不要錢 我真的不要錢 沒有錢的那就是簽子 對呀 簽子啊你 啊 簽 快簽 就是 快簽 簽子 就是簽子 把簽 就是簽子 快簽 簽子 快簽 快簽子 快簽子 就簽子 快簽子 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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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簽子 快簽子 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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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不想簽 不要逼她 不是你誰呀關你什麼事啊 就 跟你沒關係 快快 哎 啥子 快快滾 滾 快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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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不要 不要 不要咋的 严总公 你家娃会叫爸了吗 俺娘可喜欢小孩的 但回去了 也给她生一个 就让她带 不要 不要 不要咋 我欠 我欠 你滚一边去 严总公 等我回去了 一定要多吃几块 俺娘做的红烧肉 大姑 找这样不就好了吗 咱们是一家人 我还能害你吗 是不是 来 严总公 俺们啥时候能回去啊 俺娘一个人在家 俺 俺想他了 够了 雷文 你 回家 雷文 病 回家 你 笑一口气 小家快 雷子 听说你是自愿报名的 谁呀 现在呢 还报名吧 哎 现在就想回家 照顾婉娘 别走 这水再冲下去 咱们打风山体可就冻烟了 这冻烟就废了 你住个大 山体真是冻个大风 我不可能拿进你们的生命之道去 可是我们再不去的话 我们的冻烟就废了 我这 谁让你去 谁让你去的 我怎么跟你娘交代 不会的 我儿子不会死 你们都是一伙的 拿个假护身符来 就是为了拆我的房子 不要 不要 我儿子不存在 我儿子不存在 阿瑟 大娘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累人 女东公 他们说我儿子不要我了 是我儿子去坐牢了 是我儿子被被枪毙了 你告诉我 我儿子雷文斌 他到底做什么去了 女子没有过劳 更没有抛击您 她在最后一刻 想的都是您 那我儿子现在呢 现在呢 女子一直在好好听您的话 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人民 是我们大厦的英雄 我儿子 哎 小东西啊 现在你儿子也死了 也不用等了 这房子干脆就拆了 人也请了戏也演了 再偷下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房子你们动一下试试 你他妈又是谁呀 先生 这些非语言看起来很不好惹 好汉不吃眼睛亏 要不咱们先走 严叔 你确定要护这老婆 我告诉你 你能护他一次 再护不了他一辈子 你们走 滚 发清楚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是 老班长 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 你不是我这个老班长呢 那我总监国还是人吗 你永远是我的老班长 大鸟 您是雷子的母亲 也是我的母亲 我会给您养老的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你不会去坐牢的 那你跟大娘说实话 雷子这些年 他做什么去了 大娘 我们有纪律 保密协议 今晚十二点解封 我会到电视台 替雷子 向整个大厦的百姓 证明的 好 我看 我会看到 喂 终于有个电话能打通了 你们怎么 增加长的呀 周雪纳已经两个星期 没来上学了 你们还管不管了 周雪纳 是周卫国的女儿吗 要是再不来上学 我们学校就劝推了 好 我这就过去 想闺女了 延公 谢谢 延公 你说有一天我要回不去 我这闺女可就交给你了 不说什么呢 得好好的 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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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薰水货 你先 再给我去收十块钱往费 娜姐 我没钱了 你爸不是刚给你十块钱买早饭吗 我那十块钱刚给你冲海用掉了 我现在是真没钱了 什么意思 呦 娜姐 在这儿收仨呢 呦 娜姐 在这儿收仨呢 道哥 你再宽限我几天 我保证我一定会 娜娜 我们说好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你这样做 我很没难的 道哥 你再宽限我 两天 就两天 我把药了钱 马上我给你 周璇呢 你当我是傻逼吗 你爸都失踪二十年了 估计早死了 你就是个没人要的野孩子 你没钱还也没关系 哥给你介绍工作 你晚上就能成功了 刀 刀哥 你再给娜娜两天时间 他一定还给你 妈配什么话 把他们都带走 哎 哎 你放个 放个 住手 放 你们要干什么 这又哪冒出来的 找死吗 他们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你妈的 别多管闲事 哎 带走 哎 等一下 他们欠你多少钱 我替他们吧 你替他们 行啊 两千 少一分就不行 这里有一千块钱 剩下的 我会尽快想办法还你 罚我 我说了 两千 少一分都 我就有这一千块钱 你爱要不要 不行我们就报警 说你们暴力催战 搞东西 我老大哥 你敢惹他 咱们走不行 啊 小那 你没事吧 大叔 刚谢你啊 不过你是谁啊 我是你爸的战友 我没有爸爸 我爸早死了 小那 我听你们老师说 你已经好几天没回学校了 跟我回学校去读书吧 你算老子言 屁股狗 我是你爸的战友 我是你爸的战友 是你爸托我来照顾你的 说过 没有爸 我爸早死 听不有人话 我知道 这么多年 你对你爸有怨气 可他呀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对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谁能像他一样二十年不回家 你爸 他是有苦衷的 可他呀 心里一直在挂念着你 现在说他挂念我 他我被人欺负的时候 他在哪里 我十岁的时候 我妈就被冻死了 那个时候他在哪里 每天初期 我都是一个人孤苦礼定的过的 这二十年 他在哪里 他到底在哪里啊 你回答我 我们有纪律 对不起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不能告诉你 什么战友 我告诉你 我爸也有吧 他们都在住 我爸坐牢了 你回来我生不死 不是 不是 你爸他没有坐过牢 你爸虽然没有在你身边 可他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保护着你 保护着人民 娜姐 快快 到了给你们哥哥投票的时间了 娜姐快看 有人超过了我们哥哥 我们赶紧给他刷数据啊 黑幕谁给黑幕 我们就要去到家 小达 老周 我自己的时间也不多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帮你照顾好小达 您好同学 请问您认识哪些科学家呢 科学家 我不太认识 那你呢 请问您认识哪些我们大厦著名的科学家呢 我也不知道 没了解过 嗯 比如 陈旭华院长 很有名的 请问你知道吗 嗯 我也不清楚哎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研究核潜艇的 三十年未归 研制出了核潜艇 保佑我们大厦的海域安全 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同学们 那你们认识蔡静明吗 蔡静明 当然认识了 他可是有名的歌手 当然了 蔡静明 他是我的爱豆 我也是 我是他的脑袋粉 这帮年轻追星人们有没有问题见了 好好的一个赶到大厦人物 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这都是蔡静明粉丝投票 将他投上去 本栋大厦人物 应该是那些为人民默默付出 牺牲自我的人 才有资格上的荣誉榜 那个蔡静明啊 你根本就不配 去 把宋念慈的排名 你让去 宋念慈 他的履历好像不太够吧 宋念慈二十多年来 靠捡废品资助山区学生 让那么多孩子有学上 危墙倒塌 他硬是用自己的血肉之需 保护了四名学生的周全 奉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这还不够吗 要这么说的话 他确实有字 不过咱们韩城只有一个名 如果我告诉你 宋念慈的儿子 是严肃呢 那 那他不但有资格 而且应该成为榜首 我马上智慧电视台 静明 你快看这个榜单 这个宋念慈是谁 他的排名怎么会在我上面 马上调查清楚 是 我马上跟电视台那边对接一下 宋台长 这个宋念慈是什么人呀 他票是多少呀 怎么排到我们家蔡老师上面去了 这个宋念慈 后台下是没有票数 什么 没有票数 那还敢排在我家蔡老师上 你们节目 是不是有黑幕呀 你别着急 我马上去问清楚 这粉丝帮我投票拉出去 如果被他踩在下面的话 那我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静明 你先别急 这件事情 我一定让电视台给你个交代 电视台那边把宋念慈的资料 发过来了 你看 这是个农村老太婆 这孩子还坐过监狱 他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上面 你先别急 我马上去协商 我 市民台长 发消息来了 说这是 上 上面的安排 撤 撤不下 我屁的上级安排 我看他就是图关系上榜 想借我人气拨眼球 好 就让他吃不了 兜着走 手机打开录像 各位粉丝以及各界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蔡静文 很抱歉 占用公共资源 在感动大厦投票环节中 我遭受了极不公众的对待 一个老人 并且儿子还坐过牢 他根本没有资格参与本次评选 但他判明为什么在我上面 我认为此次比赛一定有黑幕 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努力的否定 也是对各位广大粉丝们的亵渎啊 鉴于此 我决定退出节目 取消下个月在韩城的演出 并且未来三年内 拒绝韩城所有的邀请 我要用行动来表达 对不公平现象的坚决抵触 我希望相关方面 可以重视此次事件 给我及我粉丝们 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交代 这个老太夫 死了还不让人安心 我好不容易抢个哥哥 也在后面票 哥哥也好不容易来一次韩城 本以为 能一赌哥哥的风采 全被这个死老太不讲 我就是太可恶了 不可业不下这口气 马上发过福斯团 人让他家人 找他们算账 群里已经有人把他们信息发出来了 还有地址 走 让他们的家人知道知道后 就是 干扰我们的死 我这就要人 他们算账 你们这是干嘛呢 你知道宋念慈家住哪吗 我要找他们算账 对找他们算账 那 那个房子就宋念慈家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谢谢姐姐 你这还怪好的呢 姐妹们 砸了他家 他们就让哥哥举套演唱会的元宵 让我们韩城粉丝 在全国人面前丢脸 他们一家子 就在我们村里很不受代价 宋念慈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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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哥哥讨个公道 走 邱雅 你们要干什么 邱雅 你们要干什么 就是你们一家人 害得我连哥哥演唱会都看不上 老改犯的母亲 有什么资格 跟我家哥哥带一个榜单 给我家哥哥道歉 对 黑出棒单 滚错害羞 那个就是宋念慈的遗像 把那个哥哥取下 给我砸了 这个不能砸 不能砸呀 固守 小娜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吗 你们这是在犯法 原来是你 就是因为你 害得敬明哥哥举向演唱会 所有的一切都怪你 为了一个网红 你们至于吗 一个网红 那可是我们哥哥 岂是你这样的人能污蔑的 什么 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人 你爸也不是老改犯 他才最可以做感动大厦的人物 而你追的心就根本不配 你凭什么说他不配 我爸那种抛妻器里的人渣 他就算没做过来又怎样 你凭什么拿他跟我哥哥 就是 你孤独的时候是哥哥的包上温暖了你 你哥哥现在被一家人给激怒了 大家还不快把他家里给砸了 小娜 你要是了解你爸 你就会以他为好的 他才是你该追的心 那我哥哥有多努力 他每天练武力两个半小时 问他减肥每天只吃一顿蔬菜 老周 你不要命了 三天三夜都没有休息 这一整天一口饭都没有吃 这样下去 对 你身体扛不住的 马上弄完了 燕子湖 母后反应对合出现核泄漏 必须立刻取出中心 你等我 我马上过来 来不及了 我关键交给你了 但 你 我 把 还有 八十八度还在去开完演唱会 你为什么说他不能 打死 还有一次 他手指都受伤了 他亲手冲 继续坚持 是与我爸 凭什么 他每代都打下 凭什么 这二十年来 他默默无闻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最后为国牺牲 你说出来 他贡献了什么 这些年 我们在山里做了很多事情 具体的细节 我现在还没能告诉你 一个老改犯 还能在乡里干什么呀 我看是举锤砸石头吧 就是 还为国牺牲 不会是被枪毙了吧 不是呢 他是在一次事故中 为了挽救设备 最后 受到了伤害 那你说说 他死哪里了 他们还在山上 离他工作的地方很近 我这次回来 会带你去祭奠他的 他从来都没管过 我凭什么要去祭奠他 叔 你别撒谎 我看你就是个人犯 想骗小朋友去山里 骗子 你们一家人都是骗子 刘几世宋念慈 评选感动大下的人物 简直是对我家哥哥的侮辱 我们没有骗人 我奶奶也没有 够了 你们一家都没有一个好人 就应该砸了改尺寸的 老改犯 还想用我爸那种抛击 妻女的人让来骗我 还害得我家哥哥取消 眼上坏 你们一家人 都敢敢抓上 够了 小娜 你爸他是真英雄 有那些网红和你爸相比 你是在羞辱的吧 你说你自己是英雄就是英雄了 大家不用跟他废话 赶紧把他家打了 然后带着他去给我们哥哥道歉 对 大家动手 打东西 你们不能咋 不能咋 这一处 这都是你们咎由自觉 你不能这样 这是替哥哥讨回公道 都怪你 活该 我这就把你在眼前都砸了 住手 下面为大家揭晓 第一位感动大厦特别人物 他是一位核技术专家 他为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不为人知 他为了拯救地下核工厂 独自一人 用双手拔出树根核燃料爆 最终因为核辐射而牺牲 他的名字就是周 老周 你不要命了 喂 喂 喂 老周 老周 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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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姐 这不是你爸的名字吗 他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是专家 事情报道出来了 到解封了 小娜 这就是你爸的故事 他是个英雄 娜姐 这电视上说的 真的是你爸爸吗 都是因为严肃 才导致哥哥取消了演唱会 姑娘 相信我 这次提名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说 撒东西 继续给我撒东西 老头 谁给你们这么大胆子 娜姐 这两位人 不会是他的育友吧 赶紧走 走 你们还不走 是还想到事了 严叔 没想到你还有帮手 怎么走着瞧 叶先生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们 你没事就好 那我就先走了 老爷 他们是什么人 是我战友的人 雷子 老周 老温 你们都是为国牺牲的 你们的家人 都在家里等着你们 今天是老温女儿的生日 我答应老温 要给他女儿买个蛋糕的 你怎么还弄到我们公司里来了 赶紧出去 秋雅 我不是来闹事的 我是来找你们董事长温可欣的 你找谁也没有用 我和你儿子已经没可能了 一家的穷鬼还想判我们家高枢 你配吗 我不是为我儿子的事来的 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跟我没关系 我警告你 这里可是国防的 敢在这里忙事 你让你再吃几年老饭 我是来找你们董事长温可欣的 我是他爸的朋友 一个老改犯 还敢说是我们董事长他爸的朋友 也不撒泡尿照着 看看自己是什么鬼样子 你说话注意一点 今天是可欣的生日 这个是他爸托我送给他的 今天好像确实是温可欣的生日 这老关系 要不过真认识我董事长吧 你有预约吗 我来送东西 不需要什么预约 你进去跟他说一下 让他出来见我 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你送什么东西 想让我们董事长出来见你 没预约就赶紧滚蛋 我今天必须要见到他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你还必须要见我们董事长吗 你也配 有什么东西给我吧 一会我交给我们董事长 不行 这个东西我必须要亲手交给他 你说不许见就是不许见 喝吧 你把这个生日蛋糕给可欣 告诉他就说我来过了 他会见我的 什么人啊这是 也没见我们董事长 不许不许 温总咱们请的技术专家 已经到楼下了 走快跟我去接 这一次的切胜难题 能不能突破就靠他们的 好 宋少您怎么来了 该不会是特意来看人家的吧 我呀是来给你们家温总帮忙的 这位呀可是大名鼎鼎的火箭专家 赵远世 哪位是研究洲际导弹的专家 温总啊 这位是赵远世 我国洲际导弹研究方向首屈一指的专家 赵远世 只要您能帮我们解决这项技术难题 我会给您提供五百万感谢费 举手之劳 可欣 我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 你方便咱们单独聊几句 他是谁 温总你甭管他 他就是我们村的一个刁民 姓严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找你们温总真有极事 耽误了大事 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你去看看 他要没事 给给这人温总 姐 一个老赶饭 放你进去公司丢了东西怎么办 怎么回事 你去找个四目悬手令 洲际导弹我能修 就你 一个老赶犯还会修导弹 怎么 监狱里还叫老赶怎么修导弹啊 你刚才说你会修我们的洲际导弹 丽姐你别相信的 他就是个老赶犯 怎么可能不修导弹 我真的能修这个洲际导弹 弟子你跟我走吧 温总说了 只要赶来的都要让他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 多一分人 多一分力量 走 什么人啊你这是 你配给我们赌扯导弹 温总 你们这种急切的心情呢 我非常非常理解 可是这洲际导弹的设计呢 极其的复杂 像我这种级别的专家 也未必就在半小时内 把它修好 但是我们只有半个小时了 赵院士 请您尽力施展 不管修不修的好 我们都会献上一份后力 大家都是朋友嘛 赵院士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 大不了您就开个价 这温总啊 一定会答应您的 好 既然宋总和温总都说了 那不管修好还是修不好 只要我一出手 就需要这个 我想温总 明天不会拒绝 一千万 赵院士 你这有些趁人之威了吧 温总 你说笑了 我这种级别的专家 一千万够吗 你这简直是打劫 温总 这怎么能算打劫呢 你们剩的时间 可不多了吧 还有别的选择 温总 我敢说放眼整个韩城 除了我 你们找不到第二个人 会修这本 表辞 哎 赵院士 我可以免费帮你修好这洲际导弹 温总 他撕下了咱们的全赏令 说是能修好洲际导弹 温总 你们是穷途陌路了吗 找一个农民工来修导弹 温总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就是一个老改犯 老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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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改犯都能随意进出国防单位 你们的事不够讲价了 我不是老改犯 洲际导弹 我研究过的 笑话 你还研究过洲际导弹 你怎么不说你会上针了 哥们就你啊 修洲际导弹 你要说你修个什么拖拉机啊 三蹦蹦之类的 我可能还相信 修拖拉机 我看他都费劲 你说你会修导弹 温总 我叫严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我不需要赏金 帮你修这洲际导弹 说你胖吧 你还喘上了 你懂什么叫洲际导弹 我当然知道了 洲际导弹 可以说是大国重器 是大小模仿 和咱们容兴科技 共同研发的最新弹道导弹 射程距离是世界第一 你说的没错 这次洲际导弹的发射 可以说是代表我大夏的 核威射能力 展现着我大夏 泱泱大国的旅行 看来我小看这哥们了 他居然还懂抽气 导弹是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挺广播挺来的 我好心好意提醒你一句 这修导弹可不是修 拖拉机跟三蹦的 你要是把它修坏了 你知道什么后果 这导弹要是破了一点点点 你这条贱命可都不够赔的 温总 如果他真是劳改犯的话 他这种人是绝对不能参加到 咱们国之重器的维修中的 温总啊 你可考虑清楚了 您确定要让这种劳改犯去 如果是这样 那我和赵远世可就先走了 温总 时间近击 我们要尽快下决定了 老先生 多谢你的一番好意 只不过这周济导弹 对大夏而言 我们终于非准 我不敢你半个忙 赵远世 我可以答应你刚才提的条件 但是 你必须在二十分钟内解决故障 要不然 您签给他 好 赵远世 请 请 在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总, 这不行啊, 我已经尽全力了, 这里边的问题太大了, 修复不了 你不是说能修好吗 不是,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吗 目前, 修复洲际导弹的核心部位, 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个问题 别说是我了, 就是把全世界最顶尖的专家叫过来, 也未必能行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要的是结果, 结果 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 否则, 你一分请都别走 温总, 你先别急 再去拆一下图纸, 肯定是落什么数据了 放心啊, 有问题解决的 如果是由于,我会有什么东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是谁画的 刚才这里除了咱们两个 就只有严先生了 会不会是他画的 那他人呢 好像走了 我要他的所有资料 好 严先生 这张图是您画的 没错 只要按照我画的这张图进行调试 只需要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 五分钟 您是说五分钟 没错 只需要五分钟 别说给他五分钟 就算给他五十分钟 他都修 你真是硬魂不散 我呀 专门来揭穿你 什么事 高看他 别说五十分钟 一辈子他都修不好 你们两个 现在又有解决方案呢 没有就给我闭嘴 你们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严先生 交给你们了 你放心 哎 文总 你确定要让这个农民工凶 是吧 啊 我事先声明啊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甚至爆炸 可跟我们没关啊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出现问题甚至爆炸 可能我们没关啊 让你再这样瞎搞 导弹才会爆炸 哎 你个老改犯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文总 你确定要把大厦的尊严交给一部老改犯了 文总 指挥部那边再问 还能不能按照预定时间发射 如果不能发射的话 全世界可就要看我们的笑话了 严先生 我想您也应该知道现在事情的严重性 你们确定能行 你放心 好 走 去控制室 告诉指挥部 导弹 按照预定实验发射 温总 你还真像外界传言的一样雷厉风行啊 这能行吗 您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 温总 他是个什么东西我刚才已经提醒过去了 如果他弄不好 你一样得担责任 温总 搞定了 不过弹道导弹发射系统重启需要三分钟 三分钟后就按计划发射吧 温总 你不会真相信这个农民工能修导弹吗 还三分钟 我给他三辈子也不行 开什么玩笑 我这样的专家都修复不好 你在那摆弄几下就行了 严叔 你这次争完了 耽误了洲际导弹的发生 你就是整个大厦的罪人 相信我 三分钟之后 导弹升空 震惊世界 相信我 三分钟之后 导弹升空 震惊世界 他妈震惊世界 你也不怕把牛皮吹破了 炉纸上的技术 确实非常先进 但能不能应用到这上面 你说 温总 我敢保证 这三分钟 是大厦有史以来 最丢脸的三分钟 到时候 别的国家还指不定怎么笑 等着看吧 这可 洲际导弹 将丈量大厦 争理的长度 世界科技最强国 都没成功巴适过 洲际导弹 就凭你 我看这样 你如果要是能修好 我 立马跪下 认识当然 但如果修不好 你 向你 给我 道歉 温总 你言说他真的修好了吗 要是没修好 咱们公司可怎么办 现在这种情况 本来只能相信 有一个奇迹发生 温总才啊 你还是别指望 你们做这种了 我劝你啊 现在就有 这么多话 小哈舍 温总 这是个骗子 你看不出来啊 啊 发射导弹 不可能成功的 真是狗眼看人低 最后一分钟 你们就会见证奇迹 吹牛不上睡是吧 啊 如果发射不成功 我看你有几条命 在这担着 温总裁 您还有最后一分钟 取消发射的时间 还有五十秒 导弹就可以发射 看 吹牛还上瘾吧 温总 如果发射不成功 全世界都要看我们的笑话 三十秒 国之重器 如果出了问题 严叔 你知道你要担多大责任吗 十秒 九 八 温总 都是不管 你就这么加紧的 被处罚吧 五秒 三 二 一 看看吧 没碰过 我就说嘛 一个老改犯 怎么可能会修导弹 哎 对线诺言时刻到了 你 现在 立刻 马上 跪下来 给我们赔礼道歉 温总 真的发射失败了 这下课完了 中泰 洲际导弹 成功发射了 什么 中泰 洲际导弹 成功发射了 什么 洲际导弹 真的成功发射了 大下的洲际导弹 发射成功了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大俗 花了二百多亿 连发的洲际导弹 都失败了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不仅如此 他们发射的导弹 还贴着我国的上风挥过 大下这头雄尸 再次崛起了 大下研发的洲际导弹 发射成功了 大下再次崛起 是当之无愧的 南京西强国 一个老改犯 竟然把洲际导弹 修好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洲际导弹的核心技术 是目前世界上 最难攻克的课题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攻克 他一个老改犯 怎么可能攻克的 洲际导弹成功发射 又是我大下核威射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养我国威 养我国威啊 真是在导弹的射程之内 严先生 这次多亏了您 如果没有您的帮助 我们公司 恐怕就要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成为笑话了 严先生 这项技术 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的难题 国外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 很难接触得到 您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项技术 早在二十年前就突破了 至少要比国外领先三十年 什么 二十年前 还比国外领先三十年 难道是您 不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那您能告诉我 是谁突破了这项技术吗 我们公司 愿以行业内最高年薪聘请他 那个人 就是你父亲 我父亲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没有父亲 你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 你有父亲 他是个英雄 英雄 他就是一个混蛋 你怎么能这样说他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 他就抛弃了我跟我 跟一个女人跑 你说这样子的人 能成为一个英雄 可欣你误会你父亲了 他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可欣你误会你父亲了 他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那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但是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的英雄 伟大 英雄 你别再说了 我只想知道 他死了 我两年前 牺牲了 我们决定着 整个工程的安全 和顺利施工 千万不能出现 一丝纰漏 做我们这个工作 一定要做到 细致 再细致 务必做到 零事物 才行 是 9号研究所 金鞋设备计划 发生了回击漏 9号工程 存在大量炸药 一旦发生爆炸 整个基地 都将被 移为平地 马上通知 所有人撤离 我已经知道 问题的所在了 是 你们两个 把所有重要文件 都送出去 我们可以 先把你送出去吧 我不能免汉 我们这么多年的 努力全都白费了 祖国和人民 还在等着 我们那打卷 温祖国 里面情况 我都知道 你默然进去 会死的 放开 你放心 我知道这么做 可以让基地 受到最小的重心 不会有问题的 我还想吗 他只是 自己的连接 其他研究室的痛 牺牲了他自己 抱着了整个基地 总裁 他说的都是一面之词 无凭无据 谁知道 他是不是骗你的 严先生 非常感谢 你今天帮了我一个大忙 五百万的悬赏金 我会一分不少的给你 但是 我没有爸 我爸他早死了 你以后 不要再给我提起这个 这是你父亲留下的遗物 原本 他是想等你出嫁的那天 给你戴上的 只可惜他 现在 只能 由我转交给你了 可惜 再来 哇 爸爸 这个鱼片好漂亮呀 喜欢吗 嗯 喜欢 等到你出嫁的那天 爸爸亲手给你戴上 好不好啊 嗯 可惜啊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今天晚上 感动大厦节目 会向全国观众公开 你父亲这二十年 对国家做出的伟大贡献 够了 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哪怕是寄一封信 他都没有做到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看在你今天帮了我的方上 我不为难你 你走吧 可心爱 希望你能给你父亲一个机会 今天晚上这个节目 你一定要看 让他用这二十年的经历 证明给你看 他是一个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百姓的人 谢谢 张友才家属 到 烈士 每年补贴八千块 谢谢 徐云贵家属 到 烈士 每年补贴八千块 陈德彪家属 到 烈士 每年补贴八千块 领导 俺家三娃子也是烈士 怎么没有补贴 大娘 名单上 没有马三口的名字 这 不可能啊 俺生了三个娃娃 后脚一吹 都跟部队走了 二十多年了 都没有回来 他们不是烈士 那是啥呀 大娘 你那心情 我能理解 但是 这名单上 明确没有他们的名字 我 我也是按名单办事的呀 连脑都说了 你们家的娃 不是烈士 就是说了 不是烈士 就不是烈士 谁知道他们这二十年干嘛去了 说是牺牲了 那也有证据啊 谁要借人 只能见识 我三个儿子 他不是烈士 他不是烈士呀 你说他不是烈士 谁能给他们证明啊 就是 谁能给他们证明 我能证明 大娘 我能替大狗他们三兄弟证明 您生了三个好儿子 他们没有一个是闹着 都是好样的 我是他们的战友 我能替他们证明 同志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隶属保密单位 大娘的三个儿子 都牺牲了 他们牺牲的时候 只有二十来岁 大娘 今天晚上 您一定要看感动大厦节目 我会在节目上 为所有的战友证明 他们不是闹种 更不是逃兵 他们是英雄 您 是英雄的母亲 是英雄 好 好 我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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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不是跑兵 我儿子 是灵修 是灵修 你们 你 不是 你 你 我 你 你 你说 你们 要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对 老队 必须道 必须道歉 快去给我道歉 对 必须道歉 干什么 给我道歉 你们俩今天就要在这儿向所有人道歉 我们没错 为什么道歉 你还敢狡辩 你爸就是个劳改犯 他母亲有什么资格参加感动大厦 影响哥哥的生日 让我们看不到哥哥的演唱会 你们俩就是宋念慈的家人 今天一定要让你们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下会道歉 主持人 这事情你要查清楚 你们不能冤枉我们 我们副台长已经调查清楚了 今天你必须在这儿臣服 我们道歉 你们放我们走吧 我们道歉还不行吗 妈 我没走 不需要跟他们道歉 宋长 原书的儿子跟老婆近道 好 虽然他本人内爱 但家人来了一定 这节目可以准备了 你们有什么证据 我要看到政治 你爸二十年没有消息 这就是证据 我看你考上飞行大队 也是特别的 你爸离开家二十年 杳无英许 除了去坐牢 还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 事到如今 赶紧认错 对所有人都好 我看你到现在 还没有意识到事情 有什么重心 好了 节目马上开始了 既然事情都因严肃而起 你们作为他的家人 就必须替他道歉给你 我们是不会道歉的 让你道歉 已经是对你夸宏大量 现在我就 让你跪下道歉 一起磕头 听到没有 跪下道歉 这样太近你的恐怖 才会原谅你爸 放过你们家 节目开始了 你们马上就跪下 跪下 你们这两个侮辱我哥哥的混蛋 坐下 严硕 你这个苏图无非终于来了 不用道歉 接下来的事 交给我了 他交给你 你以为你是谁啊 赶紧向我哥哥道歉 道歉 应该是你们给我道歉 严肃 因为你的问题 导致你母猪评选大下人物 惹了很多费 今天当着观众的面 你必须要向大家有所交代 我除了 要向我的家人道歉以外 我不会对任何人道歉 我无愧祖国 无愧人民 严肃 这些年 你去哪了 什么时候才能够说清楚 他还能去哪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他去坐牢了吗 严肃 因为你家的事 导致国民偶像蔡敬林 停止了我们城市的所有活动 你知不知道 这会对我们城市的发展 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就是因为严肃 你让你哥哥的声誉也跟着收损 今天你要当着所有人的面磕头道歉 严肃 听大家的要求 你应该道歉 也必须道歉 我从没有犯过罪 也从没有坐过牢 我做的 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 你二十年没有消息 除了坐牢 还能有什么事 连你七妈的死都不管 你不仅是你母亲的污点 更是你儿子的雷震 我从没有犯过罪 也从没有坐过牢 我做的 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事 那这二十年 你都去做了什么 好 今天 我就告诉大家 这二十年来 我和我的战友 挖空了一整座大山 在里面建造了 整个816工程的心脏 一座高 二十六层楼高的 核反应堆 体积 十万平的 世界最大的地下核工厂 你说什么 就你这样的垃圾 你配建核工厂 别往自己脸上贴亲了 大方你就是门口 不可以 再碎 让你这种人的母亲 和我们哥哥一起评选大厦人物 这是对我们大厦百姓的侮辱 赶紧跪下 口头道歉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 去了解正确 真的 这是真的 我直接直不及时 这个严肃 一个罪犯 给蔡经明的粉丝道个歉 怎么了 老婆 你快看 这严肃说的真的 我可没听说过 你确定 当然 解密工厢是最全员的节目 不可能作假 你看 难道我爸说的都是真的 这些年你没有记住大佬 我还是去见了核工厂 想当英雄想疯了吧 就算这事是真的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别认识工厂 而你就碎饭 我就是参与者之一 核工厂的整个设计图 都是我做的 还顺其图 你顺其如何孕育吧 孩子这胡编乱丧 是否相信你的鬼话 我觉得 你现在应该马上到情 说不定 还能保住你这条贱命 松手 快看快看 我们现在观看人数 已经从十万家 飙涨到了三十万家 还有 蔡经明粉丝 要求严肃 公开道歉 这一话题 已经冲上热搜了 我还在不断飙升 火了 彻底火了 哈哈哈哈 要的是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 在国家 我今天必须扔死他 我做的都是正式 这感动大厦的员工这个节目怎么回事啊 怎么能让严先生给一个网红道歉 首长 首长 这都是蔡经明的粉丝团逼迫严先生的 还网爆严先生的家人 妈 这群孩子整片不学好 还学什么追星 敢无名我大下功勋 要不我打电话给电视台 让他们现在就停了这个节目 既然是连先生的母亲 把他身份调到处理 那我就去现场 给他做什么身份 简直胡闹 赶快回台里 我们建造的核反应大厅 能容纳2001根核燃料棒 核反应堆用行时 需要大量的冷却水 我们就徒手挖了直径3.5米的饮水渠 一下可抽取三封之一的岭南水 严叔 你当大家是傻子吗 山体是岩石你用手挖 鬼才会醒 就当那是真的 那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哪啊 在岭山的白水镇 白水镇 地图上根本就没有白水镇这个地方 那是因为这些项目都是绝密 白水镇是消失的小镇 而我们是一群消失的人 你说消失就消失 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看你就是在跟我说 说不定啊 这里刚好有监狱 关押像这样的重型载 这严叔怎么这样 毁了哥哥的声誉 还呼害自己的家人 就应该背出去枪笔 他要是不道歉 咱们就扔绕他 两百万人了 已经破口式进路了 严叔 肯得罪了 老实要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 记得 严叔 你说你参加了地下和工程 但这附近有座监狱 你怎么解释 还解释什么 他就是个重型犯 赶紧磕头 给我们家哥哥道歉 如果你真犯了错 咱们认 让我好好走 我绝对没有做过错事 也不会道歉 但大家都说你是劳改犯 这里又刚好有座监狱 你怎么证明自己 监狱的作用 是为了掩饰用输车辆 防止暴露地下和工厂 编的还挺像样 一个劳改犯 还参与到和工厂建设里去 你把大县人当傻子吗 空口无品 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们六万人 在深山里待了二十年 而与外界的联系 仅靠一个小小的邮箱 编号 4513 4513 什么意思 每个特殊的地方 都有编码 4513 就是代表白水镇 特殊的游编 信件信息 也会有专业人员审核 防止 消息透露 一个信件地只能代表什么 捞改犯也能继续 你说的这一切 没有证据 这个数字 完全可以随意编造 如果我有证据呢 这些信 都是我从各个816工程的亲属手里收集来的 严肃撒谎 难道这些信也是撒谎伪造的吗 这 这有什么呀 这些人都是严肃的育友 都是老改犯 严肃 既然你参与了核工厂的建设 那你一定遇到过很多危险 你有什么证据吗 核反应大厅 有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核反应锅底 80年前 技术还不够发达 机械壁一旦发生故障 我们就要用人力打开 易东众的逃生牵门 30秒内 凭着血肉之躯 人工拔力 而感动大厦人物宝上 周卫国周烈士 就用自己的身躯 人工把料 永远都留在了那 这 这连叔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就真是谁啊 那他就是我们的大英雄 宋朝 这 这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不可能 几风破心证明不了什么 继续给我推着头 我要让他背着骂名 勇士不得翻身 宋志明 你好大的胆子 老婆 这严树说的和解密工训的一模一样 哎呦 要不是这个节目 严树他们是不是要被误会一辈子啊 我给严树道歉 我给咱们的大英雄道歉 爸 老爷 你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我们有纪律 我不能说 爸 对不起 爸 爸 爸 会欠了你们 不可能 这个劳改犯怎么可能去参加和工程呢 严树 很抱歉 是大家对你一直有误解 对您的母亲宿念词也一直有误会 请您给大家一个向您向您母亲道歉的机会 让我们给他道歉 他也配 参与和工程 建训人多了 他算什么东西 我不需要道歉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给六万工程兵找一个证明的机会 这些科学家可真伟大 为了科研隐姓埋名 收了委屈都没地方 太不容易了 这些粉丝 还污蔑他们是老感犯 幸好他们的身份被公布了 宋念词辞出了那么多贫困学生 还把严树培养成国之脊梁 他绝对配得上感动大厦人物 对对对 我现在这个送你了 走不了 毕丁 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给网红 有意义 那几个人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感觉挺没意思 我看你倒像个小兵 谎称核物理研究员的称号 来提高自己的身份 真是一个个小兵 建造了最大的地下核工厂 铸就了大厦国防事业 令列强不敢踏足 说你是个小兵还自豪上了 我看你倒像是核工厂里 做劳动改造的犯人 住口 每一个进入工厂的人 都是经过组织严格筛选 拥有崇高的红色信仰 和勇于奉献精神的战士 这严肃就是一个工程兵 有什么好嘚瑟的呀 还不是蔡俊明的电脚石吗 宋志明 你用网红野流 还有严肃来炒作话题 知道犯了多大的错吗 我犯什么错了 现在咱们的总播放记录 已经破了三百万 破了咱们台的历史记录了 我看你就是狼子野心 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逐渐会被反射 等这个节目结束了 这个台长 也该下台了 把东西发出去 在历史的长河深处 有一项震撼世界的伟大工程 816地下河工程 那里曾汇聚了一群无谓的英雄 他们隐姓埋名 将青春与热血深埋在大地之下 他们走向黑暗 为国家铸就光明的盾牌 他们舍弃自我 为民族撑起坚实的脊梁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 他们的名字 无人知晓 他们的功绩 与世长存 严肃 一位从816地下河工程中 幸福的勇士 带着那段波栏壮阔的记忆 来到感动大厦节目现场 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 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 迎听那些伟大之人的奉献之歌 他们用生命诠释忠诚 用行动书写传奇 他们是时代的封碑 是我们永远敬仰的英雄 感动大夏 致敬816地下河工程的无名英雄 居然这么厉害 他们为了国家负重前行 这些人才应该是我们的偶像 老公 我决定了 从此刻起 我要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 让所有人都知道 咱们大夏有这么一群 默默无闻的大英雄 对 好 我爸不是老改犯 我爸是功勋 我爸是英雄 叶叔 祝奇你 你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为了国家 我义无反顾 但 唯独 会增压太多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 严树持和功勋同名同姓而已 他就是个老改犯 谁这么大胆 给我大夏功勋 你谁啊 那倒什么了 你谁啊 拼什么打我 就你叫丘雅 带头辱骂 大夏功勋严肃 这一巴掌 让你清醒一下 将他带走 你们谁啊 竟然给这么对我 我们是大夏军部的人 这位是陆首长 像你这样的人 要是在军队 定会从严谱 首长 我不知道严谱的身份 所以才发现大错 求你饶我这一回吧 来下去 带到改造所 好好地改造 总是做人 严先生 是我来晚了 让你受了这么大委屈 和六万工程兵 二十年的心酸苦楚 和七十六位 永远留在胜里的战友们相比 我早受了这些 根本就不算什么 是大夏 没能保护好你们这些国子伎俩 亏欠你们太多了 还有 对于一些引导话题的人 与严严 是是是 您说的是 我一定传达上去 杜绝这种情况 再次发生 今天 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告诉大家 严肃的 是我大夏功勋 如果没有他们 负重前行 就为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 多亏了他们 大夏人民才享有安 还有那些感动大夏的人 他们都是平凡人 做了不平凡的事 而感动了大众 而不是流量网红 用来炒作的话题 这样的行为 应该禁止 您说的是 我一定传达上去 杜绝这种情况 再次发生 英雄的母亲 也是英雄 他们拥有 崇高的奉献精神 使得我们 更多人学习 突然觉得追星真没意思 学习言 这些人 为祖国效力 才是我们该做的事 我以后也想让科学家 你救航天领域 带你大夏人民 经过无音的星河 这言书 分明就是罪犯 怎么可能是大家共的 志明 是你自己故意炒作 自军肥沃 你 蔡启明那边 操刀大众理事 都将他从赶路大夏 中出面 他的工作室 已经发表当前是明了 这该死 但是天不成 谁叫邓永明 谁呀 别疼烦 故意引导舆论 抹黑大夏攻勋 需要跟我们去局里 接受调查 调查 不是 这都是误会啊 真是误会 来走 不是 这真是误会 许娜 哥哥的工作室 对严实发表道歉声明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他应该道歉 你必须道歉 我们也要向他们道歉 我也 也要做和我爸一样的 他们为祖国做出了 重大贡献 而因为保密原因 却不为人知 在今天 我想为大家 隆重的介绍 这样一位 可敬的核技术专家 他以一己之力 让大夏的核技术 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他为了拯救 二十万人 花二十年 在地下建造的核工程 独自一人 冒着核泄漏 进入控制室 用自己的身体 切断了整个通道 阻止了大面积的爆炸 最后 壮烈牺牲 而他 就是温国忠 爸 这次 授予他们英雄勋章 好 好啊 他们本当就是英雄 这些勋章 是他们应得的 见面一位 功勋的名字 叫雷文兵 他只是一个 普通的小兵 却用了十七年的时间 徒手挖出了 世界上最大的 地下核工厂 成为了 八一六工程的核心 但在一次抗洪 就在过程中 他永远的离开了我 严总工 这谁再出院去 咱们打风身体 可就冻烟了 这工程就飞了呀 太危险了 雨之不大 身体随时都会打风 我不可能拿给你们的 消灭纸忘卸 可是我们再不去的话 我们的工程就飞了呀 我这儿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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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怀着敬意 向雷文斌同志 表示感谢 而好要的 他是英雄 是英雄 下面一位工薰的名字 叫做温国忠 他不仅是导弹专家 还是核潜艇研究人员 他研究出来的核潜艇 可以下潜海底500米 隐藏时间长达三个月 但这都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 取得的成果 温中工 里面情况我都知道 你默然进去会死的 你放心 我知道这么做 可以让基地受到最小的冲击 不会有问题的 温中工 他只是切断了连接其他研究室的同学 牺牲了他自己 保证了整个基地 我很悲痛 温国忠同志在一次实验中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成果 永远留在了大厦 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下面这位工薰 是致力于导弹领域方面的专家 他的名字叫做周卫国 由他研发的东风56号导弹 就像一枚尖刀 准确的刺进了敌人的心脏 可是由于夜以继日的研究 他最终倒在了巴射台上 那夜以继续 没事 我就是为了想我爸 今天还有一个工薰 就是严树先生 他默默无闻了几十年 带领着大家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领域 为了大厦的伟大复兴 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接下来 有严肃 为816抗战英雄们 本发荣誉新章 雷文毕 雷文毕 到 温国中 到 周卫国 到 严树 不只是这些英雄们 英雄的家属 同样也是英雄 对 516抗战英雄 对 他还没有 对 你不客氣 醫生醫生我慢醒了 醫生我的身體怎麼樣啊 情況不太好啊 那你快給他痣啊 你還愣著幹什麼 好了 不要为难医生 我的身体 自己清楚 小枫啊 我的电脑哪里 严先生 你现在这种情况 是应该多休息啊 对啊 你现在生病了 工作什么啊 你身体好了 有的是时间工作 放心 就剩一点工作了 应该早就完成了 只是 最近耽误了点时间 现在 正着在医院 我想早点补上 爸 要不我来帮你吧 我的每一个文件 都有 特殊的编码 我现在 把文件解密 放到电脑桌面上 你们 把电脑送到我可愿 优优先 震光 优优 珍 优优 一 优优 我 爸 你都工作两小时了快休息一会吧 快好了 好了再休息 还好 终于完成了 小枫 我从来没有送过你的礼物 就快别晚 跟了我一辈子了 我现在把它送给你 快拿着 这是你搭给一份心意 爸爸 对不起 我只亮了 我们都知道了都能容许你 那就喝 嗯 老爷 哎老爷 爸 老爷 爸老爷 老爺 快你說快看老爺 請問嚴淑先生怎麼樣了 我爸 說 姐 姐妹公勳追蹤報導 近日有感動大廈節目引發的社會熱點 揭開嚴淑先生和物理工程師的身份 他默默無完二十年 做出了卓越的成就 太難不幸病了 據相關人士了解到 嚴淑先生於今日下午四時病逝 讓我們懷著崇高的敬意 對這位公勳表示哀悼 小玉米 老爷 这下 你终于属于我了